在採不同種類的葉子 利用紋路的變化 豐富企劃的內容 南投縣毛羅西社區大學 天然企劃班的師生 藉著社區回饋的機會 帶著執著的工具和素材 走進赋療社區 帶著親子一起感受企劃創作的樂趣 A1的話在日治時期開始 才開始有七一的發展 因為七它本身的材質很特別 有一句話叫乳膠四七 就是它本身也可以黏 所以它還可以黏蛋殼可以黏貝殼 然後也可以像我們這次在 富療社區我們給他們體驗的 就是貼葉的這樣子的技法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會畫畫 可是你可以利用這個葉子的紋路 你去把它貼起來 那貼起來之後 我們再把它撒金粉 那這樣子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創作的一個作品 天然漆是七千年前就已經有的素材 不僅可用在器皿 發展有越來越多元 遲遲邀請家長和小朋友 嘗試體驗企劃 因為名額有限 大家都很珍惜賞課的機會 很好玩 因為這是新的體驗 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大家也都玩得很開心 我也玩得很開心 關過那個隸屬老師的油漆房 我覺得他的作品非常的棒 然後小朋友來做這個DIY 我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我們是利用周邊可以取得的那個葉子來去做創作 我覺得是非常新鮮又特別的東西 回去還可以當杯墊這樣子 縣議員唐曉芬稱讚各個色彩繽紛的作品 充分的展現參與民眾的巧思以及創意無限 不只相當的療癒 擺在家裡也能夠提升居家的美感 相當感謝學員們帶給社區的民眾 玩樂的一天 我們的家長跟小朋友都非常的高興 能夠帶回家 那不管說是在一個生活上面 那還有一個家庭的布置方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美化的一個功用 那也希望說我們茂洛西社區大學 能夠到我們草屯鎮其他各個社區 來繼續做一個推廣 師生用心設計課程 希望讓青紙玩得很開心 對於氣工藝的發展 能夠有更多的認識 也讓學員們發揮所學 記者洪一輪草屯鎮採訪報導